今夜的政治话题还要来关心 在2月1号国民党这边打算推出韩江沛 就是韩国瑜搭配江启臣要来角逐国会龙头宝座 不过党内也出现了杂音 像是立委傅昆奇也是数度发文 而在这个部分到底党主席朱立伦是不是被突袭了 党内这样子的不排除开放假投票的声浪 到底要怎么样来米平 今天晚间朱立伦受访的时候也表示 韩江沛将会全力以赴 相信到最后一定会团结一致 而且整个党也会团进团出 国民党加油 牵起彼此的守护相加油打气 国民党卸票感恩参会台中场检讨败选的同时 也放眼即将迎来的2月1号新国会开议政府院长选举 在热烈掌声中国民党推韩江沛 角逐国会龙头看似已成定局 只是一度传出主席朱立伦被韩国瑜突袭告知 副首人选朱立伦这天终于肯把韩江沛说出口 我们礼拜一会有党政的座谈会 这算是断了也有意争取副院长的傅昆琪的念吗 傅昆琪不甘示弱 20号晚间发文列出国会改革五项诉求 包括加强委员会的功能 避免朝野协商凌驾于委员会的审查之上等等 还直言绝对不是韩寒口号而已 傅昆琪拼国会副院长野心满满 只不过韩国瑜还大动作邀请党籍立委或当选人参序 也让党团内出现不排除开放假投票的声音 如今党中央全力支持韩江沛 1月21号将由台中红派大佬林敏林 前立委蔡玲兰作东 邀请韩国瑜等人中午在台中零酒店宴请中部党籍立委 全党上下整齐步调 毕竟选后的国民党也没有分裂本钱 记者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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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